1943年11月,中、英、美三国首脑在开洛召开会议,蒋介石会见了英国的丘吉尔和美国的罗斯福,讨论中国战区问题。 12月3日,三国正式发表开洛宣言,一致表示会对日本作战到底,宣言明确宣布,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东北、台湾和澎湖列岛,江乌战后归海中国。 开洛会议的召开,进一步确定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,加强了中国渔鹰、美帝合作,对加速抗战胜利起着积极作用。 1944年,日本军部为了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,修复南北陆路交通,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,调集51末兵力,进公寓、乡、贵地区。 在八个月内,日军长驱直入,打通了纵贯南北1500多公里长的交通线,占领城市146座,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等省20多莫平方公里土地陷入日军之首。 中国军队损失近60莫人,这是清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,也是抗战以来,国民党军队最惨痛的一次溃败。 1945年2月4日至11日,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达举行会议,通过了雅尔达协定,此协定在未止寻中国的情况下,将中国东北、大连、吕顺等地的部分主权与利益出让于苏联,并决定维持外蒙古的独立现状,以换取苏联对日宣战。 1945年7月17日,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又在柏林近郊的波磁坦开会,决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。 7月26日,中、美、英三国发表苏联日本投降的波磁坦公告,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。 随后,美国加紧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,更先后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。 苏联也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,日本的溃败已不可避免。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。 8月29日,中国政府下令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,任命陆军大学校长,第25级团军司令陈宜,出任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,光复台湾。 9月2日,日本向全体同盟国正式签署投降书,标志着这次大战结束。 中国战区的全部日军,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钢村宁次率领下,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。 9月9日上午,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江河英亲,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,正式接受钢村宁次率部投降。 自9月11日起,中国战区的日军分16个区陆续,向中方讲械投降。